各位朋友大家好 2019年一開年,中國就進入了一個天災人禍不斷的狀態 呈現出一片王朝末期的景象 一種大廈江青的景象 首先是豬瘟持續擴大,從東北開始一直到海南 沒有一個省能夠幸免的 現在還傳出了豬瘟病毒,傳到其他動物身上 甚至人身上的消息 雖然還沒有能夠大規模的人群感染的信息傳出來 但是全國幾千萬頭生豬死了 這個在中國歷史上也是聞所未聞的大瘟疫 豬瘟既有天災的成分,也有人禍的成分 豬瘟起源是從俄羅斯進口了一批豬肉 本來豬肉過去一直是從美國進口的 但是去年習近平為了和美國打貿易戰 就從俄羅斯進口了一批生豬 結果就把豬瘟帶進了中國 造成了現在很難收拾的這種局面 豬瘟之後呢,接著就是蟲災 那有一種叫,這個害蟲叫草地攤業額 號稱是糧食殺手 現在已經蔓延到18個省了 蟲害擴散的非常快 每一天100公里 以這種速度橫掃中國 造成了恆大面積的這個農產品的減收 據說呢,還有些地方可能是顆粒無收 中國現在糧食30%都靠進口 本來就存在著糧食短缺的隱患 那現在又出現了這種大規模的蟲災 糧食供應呢,今後就會更加緊張 天氣也出現了異常 水旱災害呀,當然中國每年都有 這不算是異常 異常的是,有一些極少出現的氣候現象 今年出現了 比如說在北京,5月20號 就出現了12級的大風 我在北京住過9年 從來沒見到過12級大風 甚至從來沒聽說過 這次大風呢,還造成了大概有四五個人死亡 很多很多人受傷 這在北京的這個氣候史上面 是非常非常罕見的 更奇怪的是,今年5月27號上午 大概11點左右 北京防山地區的市民 突然就發現白天變成黑夜了 不僅僅是那種,就是天色有點昏暗 而是變成了漆黑一團 這個在北京也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天氣現象 甚至是在歷史上,在全中國的歷史上 也是非常罕見的 古人把這種現象叫做晝昏 晝夜的晝,昏暗的昏 古人認為這是天向示警 警告所有的人將要發生大事 警告王朝氣數將盡 統治者將會滅亡 這是革命的徵兆 另外呢,就是從2月份開始 全國各地持續爆發大爆炸和火災 這明顯的是人禍 有些人相信陰謀論 認為這是有一批人故意在製造動盪 我覺得這種可能性比較小 不是說沒有,比較小 現在中共還有監控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一個集團 他們有這麼大的能量 能夠持續的製造這麼多的事件 那我個人觀點認為啊 這其實是一個王朝到了末期之後 他治理國家的這個機器已經完全壞掉了 沒有辦法他管理眾多的這種社會事物 包括生產場所的安全,居住場所的安全 因為他們把這個政府把大部分的資源 都用在了這個維穩體系上面 那麼在其他方面呢 這些問題啊得不到解決 一步一步的積累,積累到一定程度 就會集中爆發 發生了這麼多的爆炸和火災 還有一個問題呢就是大規模的疾病 大家知不知道現在中國國內的這個朋友啊 你們注意到沒有 自己這個親戚同事啊 同學朋友,街坊鄰居 最近是不是生病特別多 去世的人也特別多 比往年的這個疾病和死亡啊 都要來得集中 我有個朋友說啊 他們村子裡面,老家村子裡面呢 有一段時間,連續死了十來個人 都是病死的 大家再到各個大醫院裡面去看一看 是不是啊到處都人蠻為患 大家看到之後啊 會不會覺得是不是不正常 會不會覺得很恐怖 其實啊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過去這麼多年 大家都吸著啊 毒空氣、霧霾 喝著不乾淨的水 吃著有毒的食品 身體裡面呢都積累了非常多的毒素 身體素質差的人呢 那現在就扛不住了 那繼續這麼下去啊 身體素質很好的那批人 遲早也得出問題 當然了,大家現在最關注的 還是經濟大滑坡 過去40年呢 從來沒有遇到過 像現在這樣嚴峻的這種經濟形勢 過去20多年 每年都有巨大的這個外貿順差 但是到去年年底呢 外貿順差就減了 減少了80% 房地產市場現在也已經下滑了啊 股市呢 按照任何國家的標準 那都已經算是崩盤了 人民幣的匯率 對美元的匯率 現在已經達到了6.9幾 中共現在是拼命的想保期 但是呢 看起來保不了多久了 現在財政收入也是大幅度下滑了 下滑了10%左右 他們自己的數據 那麼中共他們到底用什麼手段 來應付這場危機呢? 只有一個手段 那就是放水 但是放水多了 人民幣的價值就被稀釋了 錢就變毛了 物價就要上漲 那根據國家物價局的這個數據 今年5月份主要的這個五種水果的價錢呢 增長跟去年相比增長了34% 蔬菜的價錢增長了17% 這是非常非常驚人的一個上漲幅度 而且呢 這種上漲還會成加速度的上漲 前面說過啊 中國30%的糧食都是要靠進口的 那你進口糧食就要用外匯啊 貿易戰這麼打下去 可以使用的這種外匯存底 那是越來越少 匯率呢也是大幅度的下滑 那麼今後進口糧食的成本就會增加很多 現在中共還在拼命的控制這個主要糧食品種的這個價格 但是一旦人民幣對美元的這個匯率貶值太多了 比如說貶到10% 貶到10比1或者是20比1 那麼糧食的價格就會失控 那個時候他們就會實行配給制 由國家完全控制糧食的分配 然後通過糧食分配來控制所有的城鄉居民 當年老毛就是搞這一套嘛 糧票啊,油票啊,肉票啊 可能幾乎也會重新出現 也不排除有大饑荒的可能性 因為這個政權在分配的糧食的時候 總是厚齒薄筆,分配不均 今年呢,黃河流域的這個新小麥 現在已經收割了 從今年的天氣狀況看 收成肯定是不如往年,減產是肯定的 所以希望大家告訴在農村地區的親戚朋友 要盡量的把新收的這個麥子啊 要留在自己家裡面 或者是賣給城市裡面的親戚朋友、熟人 糧食還是自己控制的比較好 你交給中共的那些官員 將來他們出現糧食危機了 他們會管老百姓的死活嗎? 當然不會了 國家的糧倉,如果都給這些貪官污吏、貪污了 很多地方的這個糧倉都已經空了 那一有人來查,他們的糧庫就馬上就著火了 大家能夠放心把糧食交給他們保管嗎? 當然不能 保管糧食還是要我們自己來 與其讓他們保管,不如讓我們保管 去年四月份開始呢 我們就一直在呼籲大家要存糧 現在存糧的朋友越來越多 這是個好現象 存糧就是自救 因為將來糧食價格一定會大漲 現在物價在上漲,基本生活開支在迅速的往上增加 現在有很多人收入卻在減少 很多人甚至是完全失去了收入 這兩年很多的勞動密集型的企業 尤其是外資企業都在搬出中國 搬到東南亞和印度 國際經濟分工現在正在朝著非常不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 那原來是世界工廠的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地區 現在都已經出現了大規模的工廠倒閉潮 導致了很多人口失業 這個現象從2016年就已經非常明顯了 美中貿易戰又讓這種現象愈演愈烈 現在工廠倒閉,大量人口失業 今年尤其嚴重 具體有多少人呢? 現在失業的人口只有中共清楚 但是他們不說真話 因為一說真話,可能就會引起大家的不滿 引起大家的恐慌 那怎麼樣了解情況呢? 大家只要去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工廠區去看一看 你就能夠發現 過去那些人來人往的工廠區 現在已經變得冷冷清清了 過去很興旺的工廠周邊的那些小商業街 現在大部分的店鋪、倉館都已經關門歇業了 一片蕭條景象 過去40年從來沒有出現過的蕭條景象 所以從各個方面看 中國經濟現在已經是走到窮途末路了 中共完全沒有辦法能夠阻擋經濟崩潰 這個大崩潰已經是盡在咫尺 按照現存的政治體制 也就是威權體制 經濟崩潰之後接踵而至的一定是政治大崩潰 經濟危機爆發了之後 人民因為這個生活壓力急劇增加 很快就會感覺到不滿 就會湧上街頭去抗議 一場全國性的革命就會形成 現在中共正在竭盡全力的三不一種觀點 他們說老百姓一旦走上街頭抗議 中共就會派軍隊進行鎮壓 六四就會重演 表面上聽這種說法似乎是很有道理 但是仔細的分析你就會覺得是是而非 因為如果是要調動一場軍隊 對全國性的民眾反抗進行鎮壓 那不是中央軍委或者總書記 一個人決定了就可以說了算的 調動軍隊進行大鎮壓 它有一套複雜的機制 需要滿足很多的條件 我在一評論證的第一期就講到這個問題 在後來在共振講堂第三期還有第九期、十二期 也都講到這些問題 這個問題不解決 很多人就會陷入悲觀情緒 一個人如果認為和平抗爭會遭到機槍掃射坦克碾壓 那武裝抗爭又不可能組織得起來 我們沒有強大的軍隊 那怎麼能夠跟中共的軍隊抗衡呢? 按照他們這種邏輯 文的也不行、武的也不行 那就只能在家等死 只有永遠子子孫孫的都做他們的奴隸 大家能不能夠接受這種論端呢? 當然不能 我告訴大家,中共這是在恐嚇人民 任何傳播上面這種觀點的人 都是在幫中共恐嚇人民 這個觀點絕對是錯誤的 因為中共沒有能力再一次重演六四 八九年的時候,中共都差一點失敗了 那個時候有七個上將是反對鎮壓的 三十八軍的軍長直接抗命 二十八軍的軍長、政委還有參謀長 他們都是消極抗命 還有趙紫陽、萬里這一大批的高幹 也都是反對戒嚴、反對鎮壓的 只不過是因為當時鄧小平、王震這些軍頭 他們對軍隊的控制能力還比較強 而黨內的反對派又不夠堅決果斷 再加上領導學運的那些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 在戰略上、戰術上不夠成熟 綜合了這麼多的原因 最後才讓中共的亡固派能夠鎮壓學運 那今後反抗運動再次壯大了以後 規模一定會遠遠超過八九年的學運 而習近平他對軍隊高層、對黨政高層的這種掌控 又遠遠不如當年的鄧小平 面對將來全國規模的街頭抗爭 習近平根本不可能統一全黨 根本不可能統一全軍 根本不可能帶領黨和軍隊來鎮壓全國老百姓 不可能,沒有這個能力 要想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請朋友們再回顧過去的一評論證的第一期 共振講堂的第三期、第九期和第十二期 我就不在這裡重複了 我只是希望大家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後 就要抓緊時間,準備街頭革命 如果在這樣的形勢下 我們都不能夠成功的動員和組織人民走上街頭 那麼習近平政權極有可能在近期就會先發自人 現在的這個局面對中共來講 那是危機似乎非常危險 習近平和他的班子對這個危機 比我們心裡面還要清楚 他們掌握的資料比我們還要全面 他們當然知道,照著這種趨勢發展下去 要不了一年,甚至要不了半年 就會爆發全國性的顏色革命 也就是街頭抗爭 那現在人民的不滿情緒正在增高 只要萬分之一的中國人同時走上街頭 那也就是說,只要全國有14萬人 在幾個同事,在同時走上街頭 那麼現在的這個維穩體系 就根本不可能控制住這個消息的傳播 這個消息傳播開了,就會點燃全國積累了很久的民怨 就會成為全國革命的一個起點 習近平當局當然不會等著人民起來推翻他們 他們一定會在人民起來革命之前 建立一套新的統治模式 能夠控制革命的模式 這套模式他要能夠迅速的鎮壓任何規模的抗爭 這是什麼模式呢? 這就是北韓現在正在實行的模式 也是過去毛澤東時代曾經運行過的模式 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的、極權主義的模式 這也是過去習近平這幾年 在新疆實驗的恐怖統治的模式 現在他只要再進一步 把新疆經驗推廣到全國,實行軍管 就可以把這個模式推廣到全國 只要軍管一開始革命就很難再發生了 大家試想一下 當全國各地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是軍人、武警、警察的時候 當民兵和退伍軍人完全控制了農村之後 那我們還怎麼動員革命呢? 那個時候即使是經濟徹底崩潰了 習近平政權也能夠度過危機 即使是惡事人了,老百姓也沒有機會走上街頭抗爭了 所以說如果讓習近平政權能夠成功的實施軍管 中國就會進入一個非常漫長的黑暗時期 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現在習近平政權呢 是在加班加點的向著軍管的方向推進 他已經做了很多的工作了 第一個呢,就是他一上台就開始以反腐敗的名義 清除了黨內和軍隊內部的不服從他的那些人 那第二呢,他是進行了所謂的軍隊體制改革 打亂了以前的這個軍隊的部署 目的他就是要防止軍隊進行兵變 那第三呢,根據美國的智庫的朋友給我們提供的消息 現在中國北方正在大規模的招募民兵 第四呢,是在城市所有的黨政機構、國營企業、事業單位 在今年6月6號下午6點鐘之前 就是北京時間昨天下午之前 一定要把本單位退伍軍人的資料報告給上級主管部門 然後呢,迅速的匯報給中央軍委匯總 根據美國智庫的這個分析啊 他們是要把這一批比較聽話的軍人 全部要用起來作為將來軍管力量的一部分 對於那些沒有安排妥善安置的那些退伍軍人 那中共是不敢相信的 那些人是他們鎮壓的對象 那第五,他們現在還在加緊備戰 準備對台灣動武 中共在福建的備戰行動 現在可以說是深入到基層了 他們近期會對台灣 對福建所有農村地區的這個居民 採集血樣 為什麼要採集血樣呢? 就是要為戰爭做準備啊 為什麼要在福建地區採集血樣呢? 就是因為福建離台灣最近 最接近前線呢? 所以今後一年甚至是半年之內 習近平政權都有可能對台灣動武 並不是他們認為他們一定可以拿下台灣 如果能夠拿下台灣 他們當然高興了 即使是拿不下台灣 只要戰爭一開始 他們就有藉口宣佈軍管 這才是真正的用意 戰爭開始之後 只要不打敗仗 哪怕是僅僅做出一個開戰的樣子 習近平就可以強化他對軍隊的控制 那一旦他完全控制了軍隊 他就完全控制了武警和警察 一旦他完全控制了武警和警察 他就完全控制了黨政系統和民兵 他就完全控制住老百姓 老百姓就沒有反抗的空間了 那上面所講的這些事情 那都是習近平政權在為軍管做準備 所以現在的形勢 就是革命在和軍管曬跑 就看誰先動手 先下手為強,後下手就遭殃 所以體制內外的有識之事 大家一定要意識到 現在我們是處於一個歷史轉折的關頭 如果習近平先發之人 中國將變成大朝鮮 如果我們先啟動革命 那麼中國將會融入人類文明的主流 中國將會變成一個自由民主 和平富裕的國家 意識到現在形勢的這種緊迫性了 那麼體制內外的有識之事 大家一定要抓緊工作了 民間的有識之事 大家一定要盡快形成自己的團隊 而且要發展出團隊的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 在這方面的原理方法 我們團隊過去曾經做過系統的研究 系統的論述 除了我們大量的視頻音頻之外 我們還出版過兩本書 一本是變局策 變化了變局式的局 策略的策 另外一本是街頭革命方法論 我會把我的這個郵箱公佈在下面的 這個評論的字頂當中 有興趣讀這兩本書的朋友 發信到我的郵箱來取書 也可以直接到禁書網上面去下載 那體制內的朋友現在也開始要準備了 策動兵變民變政變 這都是你們的特長 天與不取必受其咎 如果我們錯過了現在的這個形勢 將來永遠沒有翻身的機會 那很多人有個疑慮 他們說現在中國民間的這個反對派 不能夠形成強大的組織 那你怎麼能夠動員全國的這個革命呢? 即使是革命自發的爆發了 大家一盤閃殺各自為戰 那怎麼能夠結合成一個陣營呢?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提出來的也很有道理 這個問題完全是可以解決的 我們現在全民共振團隊正在建立一個平台 為大家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正在和國內的這個全民共振發起人在商量 我們也得到了一批海外機構的這個幫助 我們會盡快的推出這個平台 在今後的視頻當中 我會向大家陸續的介紹這個平台的這個建構的原理 工作的方法 有心人請大家繼續關注 在結束今天的這個視頻之前呢 再給大家講一個YouTube的這個有趣的事情 YouTube過去這個海外的業務 它是分包給很多不同的公司的 比如說中文的是個視頻管理 它是外包給新加坡的公司的 這個公司呢 它又僱用了很多中國來的留學生 中共很容易收買他們 新加坡政府過去對這個是從來不管的 那最近呢 美國開始清理為中共做事的一些留學生 新加坡的那個李顯龍大概也是看出了 現在國際局勢的變化 所以說呢 新加坡政府對這方面呢 也加強了一點監管 所以說呢 有一些中文小編 在新加坡的留學的一些中文小編呢 現在老實一些了 我這個頻道啊 從去年九月下旬開始 一直到今年的四月份 超過半年時間訂閱數量 基本上就一直沒動過 那也不降 一直維持在三萬兩千左右 有時候啊 我十天半個月不做視頻 訂閱數量啊 它也不會往下減 但是一旦我開始做視頻了 有新朋友訂閱的時候 到第二天一看 那些新增長的那些訂閱數啊 一定會被剪掉 退回到原來的位置 三萬二千左右 直到今年這個五月中旬啊 我這個視頻的數量 訂閱的這個數量啊 就突然就大規模增長 我就去問了一下 我這個美國智庫的朋友 他就跟我講了一些 這個其中的奧妙 但是他也告訴我啊 他說新加坡那些公司啊 他是要經常的來 雇用一些新的中文小編 而且中共啊 一直在那些小編身上做工作 所以說呢 他們不能夠保證 今後啊 一直正常 但是呢 這個也不是什麼特別大的事情 所以說新加坡政府啊 他們也不會為這個事情 來跟中共翻臉 來大動干戈 所以我在這裡呢 就要提醒一下 訂閱我頻道的這個朋友 你們經常查看一下 是不是還在訂閱的狀態 如果你們已經訂閱了 那麼現在呢 我就建議啊 在訂閱鍵的旁邊 還有一個小鈴鐺 你們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今後我一上視頻 你們就會得到通知 那這樣呢 我們就不會失聯了 今天呢 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您的收聽收看 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再見